路边水塘 惊现无名女尸 腿部文身密码 解锁女子身份之谜 唯一线索 知情者为何惶惶不安 迟迟不肯出现 警方能否拨开迷雾 解锁女子身份 缉拿真凶 智解文身谜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2018年3月17日 广西来滨市华侨管理区的大街小巷 都张贴出了一则当地警方的协查通报 内容是 征集与一具无名女尸相关的线索 在网络和自媒体平台上 这条消息也被多次转发 短短几天 当地已经近人皆知 文身 还有鞋带的东西这么个特征 制作成一个巡视公告 到我们市区里面张贴 然后的话通过微信 邱邱 朋友圈 这些广泛地把这个公告发出去 警方究竟遇到了何等棘手的案件 竟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 就在一天之前 广西来滨市公安局 来滨华侨管理区分局 接到群众报警 有人在体育馆附近的一处水塘里 发现一具尸体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成我们俗语说成巨人观了 面部 还有一些身体体表已经腐烂了 然后他无法通过面部来辨认出这个人 其他的情况是 他下身是没有穿着裤子 鞋子也没有穿 死者是一名女性 身高一米六零左右 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 皮肤比较好 不像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 警方注意到 这具尸体被发现时 不仅衣着不整 而且随身还附着着一些反常的东西 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之后 发现这个衣服的后面 插着一块那种瓷砖 看到了这块瓷砖 警方立刻意识到 这名女子很可能是死于他杀 我们分析的话 应该是案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假如是意外 坠水死亡啊 溺死啊之类的话 不应该会有这种 这个砖啊 什么放在身上 法医从尸体腐烂的程度 大致推断出了女子死亡的时间 通过法医的这个推论 这个结合这个现场的天气啊 各种原因啊 这个推断出来 这个死者应该有被抛尸 一个星期以上了 死亡的一个死 有七天以上了 在尸体的附着物中 警方并没有找到 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也没有现今 首饰一类的财物 只发现了一只口红 和一些寄生用品 经法医对尸体进行 进一步检验后 确定了死者的死因 死者的蛇骨骨折 还有胸部的内骨 左右两边的内骨 也有骨折 肺部有出血点 这些症状的符合 这个死者是被窒息死亡的特征 结合法医的尸检报告 警方对凶手进行了一番刻画 因为窒息造成死亡的 然后的话胸部两边的内骨 几乎是全部都骨折了 我们当时对嫌疑人 有这么样的描述 这个嫌疑人体力肯定是比较好的 比较健壮的那么一个男性 在辖区发生如此重大的案件 广西来宾市公安局 来宾华侨管理区分局 立即成立专案组 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案件侦查工作全面展开 在案情分析会上 专案组一致认为 查明失源是本案侦破的关键 这个女士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她的两个大腿 她都刻有那种纹身 其中左边那个大腿 还刻有一个浪漫两个字 尸体的面部已经腐烂 无法辨认 死者身上也找不到 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 死者腿部的纹身成了确认 死者身份的关键特征 我们分析判断 当时他浪美这两个字的话 肯定是跟他有一种 有某种联系 对死者可能有比较特殊的含义 有可能是他名字里面 包含有这两个字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一般来说 纹身者选择纹在自己身上的图案 或者纹字 都具有某种含义或者寄托 那么这个纹在死者腿部的花朵图案 以及浪美二字 又代表着什么呢 当时我们正常考虑到 浪美这两字的话 第一个会不会是那种流浪的人 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也有侦察员提出假设 有些人喜欢把心爱之人的名字 闻在身上 但是考虑到浪美 不像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警方觉得 还是与死者本人名字 有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浪美 因为会不会知道姓名中 后面的两个字 我们当时也用这个浪美 在我们公安的网里面的 各种的系统里面 进行的模糊的解说跟查询 是吧 通过检索关键词 警方在数据库中找到的人 虽然名字中有浪美这两个字 都与死者的年龄 以及体貌特征不相符 在警方看来 闻在死者腿上的浪美两个字 就像是一组密码 只要解开了它 一切难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 发布了寻找诗源的协查通报 其中重点提到了 死者的这处纹身 我们也把这个纹身拍照后 拿到我们这个 失去一些这个纹身的专业店里面 去给他们分析 可是当地纹身店的老板都表示 没有见过这个纹身图案 纹身似乎有些久远 经过走访那些我们纹身的 有知识的纹身的师傅 他们看了以后分析判断 它这个纹身应该不是近几年纹 包括花生 花呀 鸟啊这些 都没有颜色 都是黑色的 一个纹身店的济师 根据自己的经验 对这个纹身的来历 进行了一番分析 他的判断对警方很有帮助 纹身店的那个专业的师傅判断 他应该是至少是 十年之前纹的这些东西 因为当时的话 那个我们来宾 还没有什么正规的那些 纹身的那个店面 而且应该不是这种 专业的纹身店纹的 可能是什么自己私下 或者朋友帮我纹上去的 不是这种专业店里面纹的 在来宾市 十几年前 就在身上纹身的人 并不多见 结合发现尸体时 在其身上找到的那些物品 警方已经猜到了 这名被害人 生前所从事的职业 法医技术研 从他的口袋里面 拿出这种避孕套 或者这种口红 还有身上的纹身 我们第一个反应的话 就应该就是 卖银礼吧 因为只有这种才随身携带的变套 失足妇女 因为其从事的行业 具有隐蔽性极强 交往人员复杂的特点 所以一旦此类人员遇害 警方侦破案件的难度都会成倍增加 警方还将被害者的生物遗传信息 送往实验室进行比对 在结果出来之前 想要尽快查明师员 警方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侦查手段 地毯式的走访调查 剖石现场 一流一物焚烧痕迹 是巧合 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水塘边 出现神秘祭奠者 他们在此祭奠水 剖石现场 疑点重重 警方该如何 甄别线索 质解文身迷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负责外围走访调查的小组 在发现尸体的水塘附近村庄 展开了大量的走访工作 在走访中 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有些群众反映出 这个当时大概在一个星期前左右 他说发现有几个人 曾经在这里做过法事 但是我们问了他 是他们村附近的吗 他们都说不认识这些人 据村民介绍 大概在一周以前 水塘边来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在水塘边 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祭奠仪式 还烧了一些衣物 我们当时也分析了 会不会是他的亲朋或者好友 以前在一起的朋友 过来击败他 警方对这处现场进行了勘查 结果在水塘边 发现了一些烧剩下的蜡烛和香纸 以及焚烧衣物后留下的灰烬 因为他那个地方 还有残留的一些东西 没有完全烧完的 经理箱的外壳 有一部分没有烧完 还有包括一些衣物 皮带这之类的 还剩有一些没完全烧进的 依照当地的习俗 家中有人深顾 亲朋好友在祭奠的时候 会将逝者曾经穿过的衣物 一起焚烧 用来祭奠 更让警方生疑的是 附近的村民都表示 前几日在此祭奠的人 都是生面孔 不是附近的村民 这样一来 这次祭奠事件 立刻就被警方 同这起案件联系了起来 既然死者是被人 抛尸到这个水塘里的 那么只有凶手本人 或这起案件的知情者 才有可能来水塘边 祭奠死者焚烧衣物 那为什么会有这袋衣服呢 被在这里烧呢 难道是所谓的抛尸人也好 或者行业也好 抛尸人又把他所有的物品 烧毁掉吗 可是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 凶手选择杀人抛尸 一定是希望这起案件 不为人所知 那他又怎么会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 来水塘边祭奠死者呢 更进一步假设 如果来祭奠死者的人不是凶手 那他们又是如何得知 死者被抛尸的地点呢 专案组认为 这起案件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如果是这些击败的人 就是这个死者的亲朋好友的话 那他肯定都知道 这个女子死亡的原因 如果这是刚好是巧合的话 那我们就要排他出 这些击败的人 跟这个人是无关的 据村民反映 在祭奠之后 那几个人是分成三辆小轿车 一起离开的 警方当即调取了 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 试图以车找人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 案发地周边的监控 进行了一个摸牌 还有一个进行一个卡口的筛牌 当时发现了三辆 三辆小型汽车 从现场出了案 专案组很快就查明了 这三辆车的车主信息 在和车主接触之后 终于弄清了 这次祭奠事件的真相 他们发现出他们家的老人 在去世有一百天过后 他们才来进行击败的活动 经公务管理单位证实 在三个月之前 他们去世安葬了一位去世的老人 有老人过世 他们回到老房子去进行一些 也是击败的活动 然后再从老家回市区的过程当中 就刚好碰到那里有一个水塘 因为他们有风俗 刚好就是遇到水要下来 都要下来击败一下的 刚好就是这么个巧合 真相大白 水塘边的祭奠活动 与女子的死毫无关系 案件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经过前妻那么初步调查 那么个情况 基本的案件陷入一个死角 但是我们只能开展 开展大量的排查工作 第一个就是最关键的 就是寻找诗人 警方发布的协查通报 已经在当地广为传播 他们时刻关注着网上的动态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帮助他们查明死者的身份 就在专案组 因为无法查明死者身份 而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名叫做阿丽的女子 也在因为这件事情而饱受煎熬 死者的纹身图案 他再熟悉不过了 他一眼就认出了死者的身份 阿丽很想给警方打电话 可是出于种种考虑 一连数天 他始终没能鼓起勇气 拨通那个号码 文身解码者现身 打破案件僵局 解答死者身份之谜 让案件脉络清晰 夜幕下 神秘电动车出现 驾车男子 他是谁 智解文身迷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阿丽一遍遍翻看着 朋友圈转发的协查通报 那个人的死 让他整天心神不宁 他很想告诉警方 他所知道的 和这个文身有关的一切信息 可是 又怕因此惹上莫名的麻烦 思前想后 他终于做出决定 以匿名的方式 为警方破案提供帮助 阿丽在电话里 非常肯定地告诉民警 死者姓韦 因为名字里有个美字 大家都叫他阿美姐 1965年出生 广西上林县人 有吸毒史 是一名失足妇女 他知道这个女的文身 文的那个字 包括她的文身的图案 文的什么部位 都是吻合的 通过阿丽的描述 警方认为 他提供的信息 是真实可靠的 他们想和这个知情者 见面聊一聊 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可是 对方拒绝了民警 见面的请求 这样的反应 让民警有些疑惑 既然我们分析 既然你作为一个举报人 那么打电话过来 那应该是 比较应该 按常理来说 应该比较配合 我们公安机关的调查的 但是又他这个人 又拒绝跟我们见面 那是不是其中有什么隐情 但是我们 也是心中有那么一点困惑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他们不断地给他打电话 终于做通了阿丽的思想工作 他答应与警方见面 据阿丽介绍 他与阿美姐 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 关系十分密切 可以说是亲如姐妹 他就是觉得他开朗 一个人开朗 跟我们又说得来 是吧 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 他毕竟年纪比我大一点 我们有什么事 可以经常安慰我们 帮助我们 考虑到阿美姐的身份特殊 阿丽担心协助警方破案 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都怕 这个社会那么复杂 是吗 哪个不怕一点这种事 听说被杀 种种的顾虑 让阿丽一直不敢与警方联系 可是一想到多年的好姐妹 惨死在水塘里 十几年的姐妹情分 又让她的内心饱受煎熬 不能让我的朋友 都这样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也不能让这个凶手 桃子要让 本案最大的难点 死者的身份 随着阿丽的出现 而得以解决 决定毫无保留协助破案的阿丽 又陆续向警方提供了 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阿美这个人关系 这种社会交往 他们那个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比较复杂 那种情感 都比较随性的 在调查中 阿美姐的前男友阿强 和现任男友阿斌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他现在住的话 是他的前男朋友的房子 因为他前男朋友 也因为犯罪被公安机关抓后 现在还在复刑期间 在他所谓的前男朋友 还在复刑的时候 他现在又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又住在一起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阿美姐与阿斌同居在一起 而他们居住的房子 却是前男友阿强的 这所房子 会不会成为 这起案件的诱因 专案组立即对阿强 进行调查 他的男朋友的话 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因为他的现在还正在 某监狱正在服刑 还在监狱服刑中 他不可能到了来边来 排除了阿强的嫌疑 民警的目光 就落在了阿美姐现任男友 阿斌的身上 作为与阿美姐朝夕相处的人 女友失踪了那么久 阿斌为何不去寻找呢 面对警方的问询 阿斌给出了他的理由 阿斌讲的话是在 3月8号晚上8点多钟 这个阿美出去外面 然后这个天都不见回来了 一直 当时他还以为是 被我们公安机关处理了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没有发现 阿斌更多的嫌疑 于是暂且放缓了对阿斌的调查 据阿斌反映 他最后见到阿美姐的时间 是在3月8日晚 这条线索 让专案组有了新的侦查方向 当时我们是分了两个组 一个组是针对水塘周边监控 进行排查 另外一个组就是针对阿丽 居住地进出人员的情况 进行一个排查 想及时发现阿美是什么时候 从小区里面出来的 确定阿美姐最后离开的时间 视频研判组对阿美姐 长活动的区域 以及水塘周边的路面监控视频 进行重点排查 在水塘周边的监控视频研判中 民警终于有所发现 3月9号凌晨 4时37分的时候 发现这个一式电动车 专案电动车 在凌晨4点多的路面监控中 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电动车 缓缓地从监控画面中的左边 向右边驶过 他驶去的方向 正是发现死者的水塘方向 当时发现可疑点 也是因为这个踏板 黑色电动车 踏板有个一式人脚的东西 弯露出来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电动车踏板上的物体 无论是形状还是体积 都很像一具尸体的特征 因为当时是晚上 还不能很 视频又比较远 不能看得很准确 但是通过他的这个形状 特别是那腿部来分析 应该很像一个人 车子是直接就开往了鱼塘边 停留了大概十多分钟之后 掉头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车上的 这一式人腿这个部分 已经是消失了 当看到电动车返回的时候 电动车踏板上的物品消失了 民警推断 如果脚踏板上的物品 真的是阿美姐的话 那么在这停留的十几分钟里 这名驾驶电动车的男子 很有可能就是在水塘边 进行抛尸 基本上就确定 这辆车是转车辆 但是车上是什么人 开这辆电动车 还有这人从什么地方来 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也要做这个 各视频一个追踪 驾驶电动车的男子 究竟是谁 他是从哪里来的 完成抛尸后 他又要去哪 阿美姐遇害前 最后活动轨迹曝光 带走阿美姐的电动车男子 究竟是谁 警方锁定真凶 不料嫌犯早已逃之夭夭 智姐 闻身迷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发现这段监控之后 专案组认为 驾驶电动车的男子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立即调集警力 对相关视频进行追查 一张大网 正在缓缓收拢 着重对水塘这一个情况进行研判 一组是研判 车辆是如何 从什么地方到达这个水塘 另外一组是 车辆离开水塘之后 到了什么地方 最终 民警发现 这辆电动车始出的地方 是来华派出所辖区内的 某小区 另一组视频研判小组 查看了阿美姐 从住所出来的监控记录 很快 也捕捉到了 阿美姐失踪前最后的踪迹 视频显示 3月9日0点29分 阿美姐在巷子内走动 20秒后 一辆电动车停在了她的身边 从两个人交谈时候的距离 还有一些肢体动作来看 两个人关系还是比较熟悉 比较密切的 之前按我们分析判断 之前他们应该是已经认识 两个人应该已经认识了的 画面中男子举止轻调 两人交谈的时间 持续了几分钟 短暂交流后 阿美姐返回出租屋 很快 又走出了出租屋 然后直接就上了 谈了一下就上了 那个男子的电动车 然后两人就离开了 那个小巷子里 民警继续对两人 离开巷子后的视频 进行追踪 发现 两人来到了之前 民警从水塘边 追踪过来的小区 从这以后 民警再也没有看到过 阿美姐走出小区的画面 第二天清晨 男子驾驶电动车驶出小区 又出现在路面监控中 通过对电动车行驶轨迹的追踪 民警发现 他驾驶电动车 去了星宾区某村 我们通过了一个卡口 拍的 他的面部特征 比较清楚 要通过比对 然后就把这个 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确定下来 民警结合路面监控抓拍到的 嫌疑男子照片 在嫌疑男子最终落脚的 星宾区某村 展开调查 确定了这名嫌疑男子的身份 犯罪嫌疑人 韦某龙 1970年出生 广西来宾市星宾区人 1996年3月份 因犯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减刑 于2014年4月 刑满释放回家 在调查中 民警发现 就在案发后第二天 犯罪嫌疑人韦某龙 将电动车停在家里后 没有在村里过多停留 当天便离开了来宾市 通过进一步的追查 民警发现了他的踪迹 然后我们掌握这个 嫌疑人的身份过后 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 也是在3月9日的下午 就到达了南宁 2018年3月19日 专案组奔赴南宁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 韦某龙在南宁的落脚点 因为他那个小区 这个很复杂 因为是城中村嘛 一栋楼登街 一栋楼的 而且都没有门牌号啊 什么的 都是不规则的 由于此时已是深夜 加之犯罪嫌疑人 藏匿的地方 地形复杂 此时贸然行动 可能会导致 抓捕行动失败 为了这个稳妥期间 保险期间 我就布置了 我们的警地 在周边进行了伏击时候 假如因为这个人 我们掌握掉他两件 他第二天早上 他会出来活动的 如果他出来活动 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密密地 抓捕他了 警方在维某龙的住处外面 敦守了整整一夜 3月20日清晨 准备外出的维某龙 被专案组民警 一举抓获 到案后的维某龙 对杀害阿美姐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阿龙跟我们交代 他跟阿美 然后的话 之前是已经认识的 然后的话 他自己感觉 他跟阿美感情蛮好的 他一直想 去阿美当老婆 但阿美一直没答应 3月9日凌晨 准备回家的维某龙 在巷子里 遇到了阿美姐 随后 两人一起回到了维某龙的出租屋 在出租屋 两人因为嫖子的问题 发生了争吵 这个男子说他身上没有钱 过后再给 后面 这个女子知道这个男的没有钱 就不同意跟他发生性关系 后面就从这样 就引发了争吵 两人在争吵中拉扯起来 维某龙一怒之下 便掐死了阿美姐 那个笔记一来 九月高 我就不懂人事 这样过去 后来呢 就是这样 拉得到那里去 借着夜色 维某龙将阿美姐 抛尸在水塘后 第二天便逃往外地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 维某龙之后 民警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阿丽 终于说得很可气 他终于没有白死了 被害人身上的文身密码 终于被人解开 一桩命案 也因此而得以告破 据阿丽回忆 阿美姐当年 是这样解释 浪美这两个字的含义的 他的名字有个美字 所以他刻那个浪美 意思好像说 浪迹天涯 这个 反正他就是说 我是浪美 我要浪迹天涯 应该是这个意思 阿美姐的生活 心酸 孤独 恐惧 危险 一直陪伴着他 早在2010年 公安部就会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卫生部 全国复联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教育 挽救失足妇女工作 使她们能正常回归社会 并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提出 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 2018年9月28日 广西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作出判决 维某龙反故意杀人罪 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A级通缉令 九百 南 1972年10月4日出生 户籍地 四川省阿坝县 哥墨乡 茶布村一组 哈布桑 身高1.75米左右 体重85公斤左右 短发自然卷 肤色较黑 身份证号码 513-231-1972-1004-0511 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 协助击捕有功的单位或客人 公安机关将给予十万元奖递 夜深人静 罪案接连发生 作案者手法老练 行踪诡异 警方该如何分辨 口罩下的神秘面容 追踪雨伞下的模糊身影 口罩和雨伞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